昨天啊,在南京蓝旗街附近,有一辆没充电就跑起来的电动车,吸引了很多市民住宿观看,这辆电动车到底神奇在哪呢? 这辆电动车看起来很普通,但它有一个神奇的功能,不用充电就能跑,奥秘就在这个被发明者称作自供电自发电的动力装置上。 这个装置将来它就把它伸传到这个车轮里头了,这是一个样机,你看它在转动的时候它就车轮就发电了,它在行走的时候它车轮就发电了,它转动的时候它就向这个装置充电,那么这个装置充电充满了以后怎么办呢?它就向主电瓶充电,这就是它自发自充。 55岁的孙钻明来自兰州,这次来南京探亲就把自己的发明带了过来,他在电视上看到南京街头骑电动车的人很多,觉得自己的发明在南京应该有用务之地,不少市民觉得孙先生的创意很环保,一位对电瓶装置很感兴趣的南京市民王先生就在街头和孙先生探讨了起来。 孙先生说,没想到南京的市民们对这个小发明, 这么有兴趣,和大家的讨论让他产生了更多的灵感,会需要再改进,争取在不久的将来真正应用到电瓶车的生产中。